每天早上和晚上都有不少民众在爪风和腥风之间的清水步道散步见走 虽然短短不到500公尺的距离 但一旁由地方用心栽种的花草让景观提升不少 更有地方发挥的小草丝 让走在步道上的民众还能了解地方历史 好像七点花就回来了七八点回来了 你觉得这个环境什么样 人家很好 空气好 人家手都打进去我们全团队来走 都没有来走 别说靠那些 有 真好 以前有风很清凉 里长把这里整理得不错 我们这个里长赞 最赞的这个 对我们里面很清晰 爪风里里长就说这条清水步道环境优美 但周边绿美化都需要苦心经营 才有现在看到的成果 也盼来此的民众发挥功德心 一起维护这里的环境 而为提升能见度 地方也盼争取彩绘墙面 为清水步道增添光彩 这条清水步道 全部都要做彩虹墙 彩虹墙做起来 跟基隆的政兵一样 所以彩虹墙起来 其实就是爪风里 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设 非常重要的特色 当然这下天啊 早上早上晚上 里面来这里运动 来这里走 那感觉是 可以沿路欣赏基隆河 基隆河的风景 沿路欣赏 沿路在里面出来的时候 大家西班出来 出来一起运动 一起出来走走 对里面帮助非常的大 高山寺当时有跟我们讲说 后续要延伸到那个 运动公园那个沿沙甲 因为已经十几年了 请有关单位 进次来帮我们 让我们区民能够有 有一个便捷的步道 不要在上面的道路上 以车针道 新峰里里长则表示 清水步道目前长度只有 约500公尺左右 早期有规划要延伸 但后来无下文 最近也希望能重新争取 延伸计划 盼有关单位可以支持 让清水步道更加完善 介绍威 瑞芳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